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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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又是有关神鹰的事呢 花散里他一直想要保护神鹰术 这群不听话的小狗狗居然想破坏他 不可原谅 快阻止他们 无念 断绝 将 将军 不对 也有可能是鹰 是你们二位啊 自解决天灵凤行内部的乱世至今 已有许久未见了 这个口纹 你是鹰对吧 一下子就解决了 好强 我正在为某些事做初期准备 上回 你陪我在稻妻走了走 目睹了如今种种人事 但是 我多少领会了一些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 从那时起 每当思考遇到瓶颈 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要出来看看 就是嘛 总待在一个地方肯定会变坏的 哦 容我重申 这绝不是一种消遣 近来 我从一心净土中观测到外界产生了不少变化 最为严重的 当属兽净猎犬对圣鹰树发起攻击一事 我认为应当对此有所关注 一路追击魔物到这里 刚好遇到了你们 假如发现这件事的是将军 而不是我 或许真会放着不管 啊 为什么 人偶不会这样做吗 正是 就我给人偶制定的规则而言 此类事件应当交由三缝行处理 但受尽猎犬攻击神鹰树 会唤起我对过去那场灾难的回忆 过去的灾难 嗯 五百年前 道器经历过一场浩大的灾难 土地被漆黑的浓雾笼罩 魔物横行 这场灾难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人们辛苦建立的家园险些毁于一旦 魔物在道器土地上犯下了诸多暴行 而这种兽敬猎犬 历来是魔群的先前部队 他们的职责就是用锐利的爪牙撕开空间通道 换来更为强大的猛兽 看来你也听说过 那是我永远不愿主动回忆起的片段 或许在你们看来 我对这种生物的防备有些过当 但 这种过当 并无不妥 不是不能理解这种想法呢 既然 你们也是为同样的事而来 我们可以一起行动 从附近的痕迹来看 这附近还有不少魔物 必须将它们全数剿灭 跟尹一起行动 不知怎么有种安心的感觉呢 这就是与强者同行的优越感吧 对了 等解决了魔物 我们不如也问问卡瑞亚的事吧 这种颜色 跟神鹰树破损之后露出来的颜色很像 我们跟上去吧 应该是这个方向 幸好 损伤情况不算严重 根系的养护工作 之后交给射凤星即可 流出来的东西 是神鹰树的枝叶吗 它们好像在发光 咦 这 这是 它们难道是已经顽固的人 就像我们之前旅途中见过的那样 可是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二位 不妨四处确认一番 我不能 就这么倒下 我的兄弟们还要靠我 这里发生了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吗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快跑吧 野兽还会回来的 一旦被它们盯上 就再也跑不掉了 我们 绝对会保护道七 直到最后一刻 你 你们竟然不知道 道七已经被黑色笼罩了 到处都是野兽 还有更加恐怖的魔物 它们根本没有感情 只会疯狂吞噬一切 我们人类存在过的证明 都会被它们侵吞殆尽 可是 周围什么都没有呀 还没到时候 但它们一定会回来 快走 没有时间了呀 现在将军大人不见了 胡斋公大人也不见了 能依靠的 只有我们自己 我也不知道 我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但 如果连希望都放弃 我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不用惊慌 我就在这里 将军大人 您回来了 拜托了 请帮帮我们 求求您 救救道七吧 没有您的无上雷光 就没办法驱散这片黑暗 这样下去 整个道七 都会变成野兽的食粮 你冷静一点 那场战争 已经结束了 结束 您 您在说什么 将军 看看周围 草木如荫 风平浪静 这一切 与你记忆中和平的到期 并无区别 没有魔物 也不会有威胁到你生命的东西 哦 可是 为什么 明明他们刚刚都还在附近 明明刚才我还看到 战亚的身体被撕成碎片 喂 您冷静一点 已经没事了啊 啊 我知道了 将军大人 是您救了到期吗 信奉将军大人 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 只要将军大人还在 到期就会永存 谢谢您 谢谢您 将军大人 谢谢您 谢谢您 他 他这是怎么了 我 已经消失了 我 我根本没搞明白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总觉得很悲伤 很令人绝望 如果我猜的没错 方才那一幕 应该是某位武士 残留在土地中的记忆 神鹰树能吸取 净化地脉中的污秽 遭到猎犬攻击后 污秽通过树干上的裂口 泄露出来 凝聚成了实体 若是强烈的污秽 其形成的个体 便会拥有很强的攻击性 若污秽已经被净化 则会以记忆的形式呈现 被净化的污秽消散得很快 之后将会重新融入地脉 换句话说 它们无法存在太久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过去那些侍者的记忆 都在此刻出现了 是的 那位士兵是万千牺牲者中的一员 他所说的 正是五百年前 发生在稻妻的灾难 嗯 那时 稻妻面临着多重危机 有些来自本地 另一些 来自已经覆灭的王国 坎瑞亚 稻妻的灾难令我放心不下 若不及时干涉 这种灾害可能会扩散到整个提瓦特 而我的友人胡斋公告诉我 他会动用身边一切力量 承担起守卫盗器的责任 为我扫清后顾之忧 我能感觉到 即使谁也没有说出口 我和他都明白 前方的路恐怕凶多吉少 嗯 意思是说 坎瑞亚发生灾难的时候 稻妻也遭到了袭击 正是 无数魔物突然出现在稻妻大地上 胡斋公他 为了保护人民 最终献出了生命 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但我愿意相信 直到最后一刻 他都履行着与我的承诺 可即便如此 稻妻的惨状也远超预期 那些不幸之事 成为了巨大的伤口 留存于这片大地 和我心中 啊 爷 嗯 我久久无法正视 失去所带来的痛苦 我空有一身武力 即使能斩断碎神 剿灭魔兽 却终究无法战胜时间 无法留下真实的人 不过 在与人类的愿望交锋之后 我想了许多 我的视线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 先前随你游览到期的时候 我略见了数百年来到期的进步 以及人的可能性 一切都超乎预想 前进 会带来失去 但也会创造相遇 刚才那位士兵 他面对了诸多失去 却仍旧选择为前进而战 那个时代的牺牲者 他们拼了命也要追求的未来 那片存在于他们心中的风景 或许并不是我曾期望的永恒 身为到期之神 我也是时候回应他们的期望了 曾经在此挥洒热血的战士们 诸位光辉的灵魂已融入这片大地 我不会遗忘你们的努力 影的样子好沉重 走吧 我们还要继续追查神鹰树受损的事 你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这样问 一般来说 你应该会更干净利落的拔刀 刷的一下粉碎他们吧 不必担心 我只是想节省一些力气 虽然我事先掌握了一些信息 但随时都可能会有突发情况 我必须做好准备 哪怕还有更大的魔兽潜伏在四周 我也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应对 哦 尹不愧是神经百战的大将军呢 这一次树根的伤势好像很严重 得把这件事也转告射凤行的人 哎 又有光冒出来了 你是 古山 是将军大人 您不是前往远方的战场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远方的战场 那听起来好像还是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事 让我为你们介绍 这位是古山 一直跟随我的茶匠 古山目不能视 却拥有远超常人的品鉴力 他亲手泡的茶 在到期是数一数二的好滋味 您过奖了 不过是长班将军大人左右 熟能生巧罢了 听起来将军大人还带着客人 眼下这个情况 老夫恐怕没法为各位送上像样的茶点 但几位要是不嫌弃 还请坐下歇息一会儿 毕竟外面已经变得一团糟了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呃 对 外面都是野兽 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还有很多人受伤 原来如此 已经打到这里来了 这附近的住户都跑得差不多了 他们想带老夫走 可老夫觉得没有意义 就没有跟他们去 将军大人就在这里 老夫没有逃跑的理由 假如这是连将军大人都无可奈何的事 老夫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逃跑为的是活下去 想要活下去是因为生命中仍有未尽之事 而老夫只是恰好没有这种想法 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罢了 将军大人品茶时 常向我讲述他的梦想 听着他的讲述 十名多年的老夫 竟也像是亲身游历着 到期最美的山川与大海一般 久而久之 老夫逐渐理解了他浪漫又梦幻的想法 他总是说 一切美好都会因时间流转而变化消失 所以人生在世 一定要抓紧享受 不留遗憾 这 所以就算现状糟糕 老夫已经便利无数美好 也没什么不知足的了 或许是这样没错 再过不久 老夫就要向将军大人道别了 真可惜啊 无缘看见这场浩劫之后 有将军大人重建的到期 但也无妨 所有人都在说 到期变成黑色的了 可在老夫眼中 到期一直都是黑色的呀 浩劫之后必有心生 再说 就算老夫能幸存到那时 也只是个不解风情的老瞎子吧 还是算了 哎呀 抱歉 糊涂了 自古自说了这么多 却还没把茶短上来 将军大人大驾光临 没有茶成和体统 稍等片刻 但老夫 嗯 茶具呢 该不会是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撞坏了吧 好像没看见要查军 没有吗 本来就在手边才对啊 啊 这真是令将军大人和各位客人见笑了 怎么能让客人亲自去去 太有损利益了 没关系 你先歇息一会儿 我们去去就来 将军大人亲自去 将军大人亲自去 不可不可 还是最后的幸运呢 哈哈哈哈 去哪里能找到茶具呢 喝茶不能算是必要的事 但一想到五百年前 那位慈祥的老爷爷 遭遇了那么多事 我就很难过 我也十分想念他的茶了 对了 去神里无敷吧 那里一定能接到茶具 是旅行者 还有 将 将军大人 不知将军大人亲自前来 所为何事 想要借侍奉行的茶具一用 哦 好 属下这就去准备 还请将军大人到庭院内稍事休息 我立刻通知家主大人 您已来访 茶具 待我准备好 也会第一时间为您送来 不必慌张 我不是来见他的 这段时间 我更想和旅行者聊聊 茶具的事 就有劳你了 不不不 将军大人亲自驾临 属下怎敢谈心不辛苦 那我这就去办 难得有个方便交谈的机会 相信您有许多话要问我吧 对对 我也想问 他口中的将军大人 听上去跟你差别很大呀 我很少有机会喝茶 闲暇时间 几乎都在练武 绝大多数时候 他是在为前任雷神 也就是我的姐姐 雷电针泡茶 他也许对两个将军的事有所察觉 却一直表现得像是全人不知情 刚才他所说的理念 即是真一直秉持的 对现实的看法 真和你的想法差别好大 是的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所在 他眼中 世间最难能可贵的事物 是梦想 即是生命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有相似之处 但不完全相同 你闯入一新净土之时 我远远望见天空中 无数象征愿望的星星被点亮 心中产生了些许动摇 如今看来 他是对的 而我误入了歧途 原来还有这层原因 真比我想得更远 在他看来 明为梦想的状态 比愿望更加虚幻抽象 愿望所指向的 大多是某种实际的物质或结论 总是有穷尽 总是会被新生的愿望取代 真所关注的 是驱使人类不断产生新愿望的动力 这种动力 根植于本能 换言之 它也是一种永恒 有...有点听不懂了 简单来说 真不在乎结果 那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法理解 为什么一切向前流动的同时 竟也算是维持着永恒 这就是 它对永恒的诠释吧 是啊 以前我总觉得 它应该是掌握了某种不可捉摸的高深智慧才这么说 到最后我才发现 真的想法 看似单纯 实际却是更成熟 也更有远见的慎重之选 现在的你能理解它了吗 我过去对永恒的看法 你们已经见证了 如今我不再执着于那些失去 我和他应该算是和解了吧 将军大人 属下找到茶具了 这一套应该是最适合将军大人您的 嗯 很漂亮 谢谢你 您 您太客气了 属下无言承受将军的谢意 将军大人其实很好说话的啦 二位 我们回去吧 不要让古山等太久了 咦 那位老先生呢 他不会自己也去找茶具了吧 说不定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记忆一样 地脉的力量并不能让他存在很长时间 那 那我们喝不到他泡的茶了吗 而且 甚至都没机会跟他说一句再见 嗯 地脉中的信息太过复杂无序 能像那样再次与他相遇 已经是极其难得的缘分了 嗯 机会难得 手边也有茶具 不如 就由我来试着泡一壶茶吧 我看过古山泡茶 很多次 轻手试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茶泡好了 尝尝看吧 泡茶时 我的思绪一直很复杂 不知该怎么表达 你说得对 今天见到了很多唤起我回忆的东西 也想起了很多人 胡斋公 真 还有更早以前在我眼前逝去的诸位友人 方才在射凤行 与二位说起的都是些轻松的事 现在 我想谈些相对沉重的话题 五百年前那场灾难 不仅从我身旁夺走了胡斋公这位友人 也让我与真用别了 他也是死于那场灾难 对 他瞒着我 独自前往卡瑞亚 但和我不同的是 真完全不惊于武艺 过去每一次遇到类似危险 都是由我代为出面的 这一次情世 实在是迫不得已 真 只能将我抛在身后 不 应该说 是将我藏在了背后 等我察觉到这一点 是的 一切都太晚了 我只来得及见到奄奄一息的他 那时 他已经昏迷不醒 我唯有进入他的意识空间 对你们而言 是如同一心净土般的地方 在那里 我们做了最后的道别 我哭得很伤心 直至那时 我也依然不明白他的想法 为什么先抵达卡瑞亚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袒护吗 正是在那里 我下定决心 要追求永恒 为了见证这份决心 我将他即将崩溃的意识空间留存下来 带回了稻妻 居然是这样 回到稻妻 所以 我惊讶地发现 隐相山上出现了一棵巨大的樱花树 也就是你们所知的 神鹰 如你所说 那是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告诉我 神鹰自古便存在了 不明白我在惊讶什么 没有人质疑这件事 神鹰的存在 不明白 与我的记忆有着明显出入 似乎只有我能感觉到 它是凭空出现的 最终 我只能认为 这是由那片意识空间引发的神奇现象 借助神鹰树之力 我才得以平息到期那场魔物灾难 听起来 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嗯 比起它对这片土地 对人类的热爱 我还差得很远 原本我已决定 永远不再提起这段往事 直面别离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但 苦茶入侯 其回味中也有甘甜 也该正是这一切了 对了 既然尹轻生经历过那场战斗 那 哥哥 嗯 我曾听说你正在寻找家人 莫非 他也和凯瑞亚那场灾难有关 从我们了解到的事来看 应该是这样 没错 抱歉 我没能清理全程 抵达那里时 最惨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而且 那时候 我的心完全被到期 被身边人的不幸占据着 所以 恐怕帮不了你们 啊 真可惜 但也没办法呢 你和他都有令人难过的经历 最后一杯茶 就敬给茶匠吧 感谢命运 让我们有再见的机会 我们走吧 继续追查痕迹 据我先前调查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群魔物了 还是像刚刚一样 交给我吧 喂喂 你 你确定自己没问题吗 别吓唬我们呀 没关系 战斗本就是我最熟悉的事 没关系 尹尹尔 要不然还是交给我们吧 我 抱歉 没关系 你先在后面休息 恢复一下体力吧 我们来对付魔物 我们来对付魔物 我 抱歉 我 抱歉 1 又是那样的光 对 这 是 你们是 将军大人也在这里 将军大人 您受伤了么 没事 只是身体有点僵硬 我等幕府武士,定会和将军大人周全,直至最后一刻 兄弟们,上!某屋又冲过来了 不行,太危险了 我们的职责正在于此,如果害怕危险,从一开始就不会拿起武器了 不用担心,将军大人,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神明赐予我们的力量才更有意义 那个是...神之眼? 没错,我知道神明无所不能,愿意将力量赐给人类,说明神对我们有深厚的期望 如今将军大人遭遇困境,更是我们兑现诺言的时候 那时的武人,是这么看待神之眼的 大家都不知道将军大人去了哪里,都很绝望 但我们现在找到了您,您就在这里 只要您能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心中就会重燃希望 这份希望,会成为指引我们穿越黑暗的光 大家,跟我一起战斗 我们也可以战斗 嗯,我知道了,请一定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保护将军大人 保护将军大人 我还是第一次打这么激烈的仗啊 谢谢你们 哎,你没事了吗?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 没关系,已经好些了 你们伸手了得,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那些魔物一定还会回来 到时候,恐怕就不只是受尽猎犬这么简单了 你们尽快护送将军大人返回到岐城 与大将率领的军队会合 见到将军大人顺利归来 所有人一定会士气大战 那你们呢? 我们留在这里阻挡怪物 不能让他们再前进了 只要兄弟们齐心协力 无论有多少魔物都不在话下 交给我们吧 战斗本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事 但将军大人是特别的 只有将军大人才能逆转这绝望的现状 带我们走向未来 无论到岐面对什么样的威胁 我们都有理由 永远相信将军大人 非常感谢你们 我向你们保证 我会给到岐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份承诺来得有些迟了 但至少是从此刻开始 将军大人请放心 有您这句话 我们绝不言伴 我们一定能与您一起 把到岐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来 长道黑红 名神永恒 长道黑红 名神永恒 他们消失了 两者皆有 人们的牺牲曾令我无比痛苦 可我忽视了他们燃尽一切 闪出强光的模样 结果 便是在这几百年里 我辜负了他们的意志 无论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们不过是地脉中 一段游离的记忆 就算如此 我也要给他们 可直到现在 仍深信我的人民一个交代 我觉得 这样的心意 在几百年之后能够被回应 也算收获回报了 谢谢你的安慰 但这本就是身为道奇之神 应尽的事 我已经做得太迟了 就像那位武士说的 我曾以为 我只需承担一名战士 所应承受的一切 可道奇更需要的 是像真那样的人物 哪怕我与真完全不同 也永远无法成为他 我需要做的事 也应该和他相同 是啊 多么强大 坚韧 值得为之骄傲 被人们崇敬的雷电将军 万不可拖了他们的后腿 哦 这样看来 你已经想通了吗 道奇会有新的变化与可能 但还需要时间 过去留给我们的伤痕 会被未来的时间抚平 无论花费多少时间 我都会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许下的承诺 消灭了寿金猎犬 这件事算初步解决了 线下看来 他们并不会构成更大的威胁 后续事务 比如调查事件原因 养护根系等 就交给天灵凤行 或摄凤行的人去处理 嗯 那我们走吧 尹虽然看起来还算冷静 心里应该很乱吧 我总觉得 这段时间他变了很多 嗯 怎么了尹 快跟上来呀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难受起来了 身体 动不了 看来情况 比我想得更严重 不用 是他在呼唤我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可以扶我一下吗 我要去明神大社 下方的洞窟里 洞窟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那里 是可以斩端过去 走向未来的战场 终于到了 入口就在这里 居然出现了一个鸟区 感觉又恶化了 但没关系 我会尽快结束一切 这里 是曾被我亲手封存起来的 雷电针的意识空间入口 看来 他已经不允许我 胡乱使用这个身体了 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谁呀 是在说真吗 跟我来 跟我来 跟到哪里去 哎 哎 头好晕 被拉到什么地方来了 哇 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 那边 有另一个影 又见面了 旅行者 此身为内在的协助者 亦是法则的守护者 如果内在想要背离法则 那此身 便化作修罗 这种感觉 难道是人偶将决 你以我的身躯游历世间 看似掌握了永恒的真谛 你认为如今的自己 比过去更坚定 所以现在这个你 才是正确的 是吗 如今的你究竟是有了新的想法 还是受到了无可抵御的磨损 我正是为回答你而来 我们同为五人 此时此刻的对话方式 只有战斗着一种吧 等等 气氛一下就变了 你你你 你已经没事了吗 先前种种不适 是将军在抗拒我继续使用他的身体 如他所说 一旦我有了改变的念头 他就会视我为敌 只要进入意识空间 我便可独立于他存在 不再受到干扰 将军虽是人偶 也有其自我意识 必要时 他会出现在这里 与我对峙 虽然尹说过 再困难也会去做之类的话 但谁想得到 是这种自己打自己的情况呀 银河将军 竟然要战斗 我为将军定下的法则 不 将军便是过去的我的理想 是永恒的基石 难以撼动 若非必要 我不会尝试改变它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不动手也能把话说开 之类的 可是 他们明明都是为了盗窃 此身 象征无上威严 被授予统领一国之权 凝聚了雷电将军的一切 自然也继承了 影前行使不断失去的痛苦 以及 想要抵达永恒的决心 一切都是为了对抗磨损 决心 勇气 爱慕 仇恨 都会在时间长河中 变质扭曲 唯有法则 永恒不变 这的确是我制造你之石的想法 也变成了我不得不跨越的高强 你 要与我为敌吗 我是你的过去 我是万事不变的法则 我是永恒的守护者 而我是 虚已沉鸣一梦的 雷电影 高傲凛然的鬼之少女 最终被斩断了尖牙与力章 纵然鲜血与污秽一倍抵挡 可你的刀 永远无法光亮如初 无知樱花 最终化为了漆黑之雨 只要地脉仍在流动 时间的折磨就永无止境 他 他恢复如初了 无处盾逃 排气的神之雷光 最终于云端消极无声 再也不会有第二人 永远不会有第二人 永恒 终于打败他了吗 看来你的武艺并没有退步 但你的意志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怎 怎么会 这里是意识空间 它的存在确实很难撼动 它是为了对抗磨损而生的产物 论意志 它能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 包括你我 那 那这场战斗不就是没有尽头的吗 或许吧 但我必须向他证明 此刻我的意志绝非磨损的产物 我将铸救的未来 会是经得起磨损的伪业 不这样做 将军的法则就无从改变 到其一无前进可言 这是我的责任 无论这场战斗要持续多久 数月 数年 十几上百年 无论多少次 我都会击败它 五百年前 人类凭借奋战证明了自身的力量 现在 它们又靠着愿望隔出旧臂 就像古老的樱树也会长出星知 我该学会信任它们了 我明白 但假如真所说的梦想 才是真正的永恒 那么将军所不存在的虚语 也不足为据 若是为了盗戚无穷的未来 我的战斗无论多漫长 在永恒中 也止如一瞬 我向盗戚的臣民们许诺 定会归来 这份诺言 由你见证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一切就交给神子他们了 可是 可是这样一来 转告我的话 你们这是被赶出来了吧 现在怎么办 真的让尹和将军在里面一直打下去吗 虽然他说的头头似的 只有这样才能修改将军的运行法则 可是 对吧 而且尹很顽固 容易走进死胡同 要是太执着于胜负忘记了初衷 说不定 就再也出不来了 嗯 我们应该像之前一样 帮他一把 让他更快地突破这场考验 有没有办法缩短他在里面的时间 或者直接帮他获得胜利 再怎么说 也不能让尹在里面出什么意外吧 可是 这个地方不让我们进去了 想要帮他 怎么都要先进去才行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要撞一下试试 对啊 忘了还有他呢 不知道他对这些莫名其妙的空间了解多少 但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啊 走吧走吧 上山去 这些莫名其妙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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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你一脸焦急 该不会又有事求我了吧 啊 幸亏来的是你 困了别人 我可没心思一而再再而三的笑脸相迎 我看你一直在笑 刚才那是俗语 好吗 不许挑我的毛病 啊 对对 出大事了 尹他 他 哦 原来如此 您想把道器托付给人类 自己一个人面对这场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恶战 死板又极致 完全凭借自身意志行动 只要缺少一分实力都无法达成目的 确实是他的作风 我说 过去那么多年他都是这样 现在你有时为什么担心呢 操之过急 这么说也没错 尹啊 有时候像个小孩子似的 所以 你觉得我能帮上忙 谁告诉你的呀 他是在装傻吧 他故意的吧 小东西变聪明了嘛 不过这次我说的是实话 有关雷电针的意识空间 我也知之甚少 我只知道他是神音术的根基 也听说他和尹的一星镜图有些差别 是因为雷电针已经不在了吗 倒也不全是这样 空间本身的性质也有差别 比起我在这里纸上谈兵 你们这些亲身访问过的人 应该更有体会吧 总之 这些都是细节了 只是待会儿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先跟我到空间入口去吧 你都是神的 帮忙 总是有的 虽然有些狡猾 意识空间对外行来说非常抽象 好在我是尹的眷属 多少能感应到他的所在之处 换句话说,我无法定位那个地点在空间里的具体位置 但能把你们送到隐身边去 抽象,位置,什么跟什么 你不用理解了 简单来说,现在他身旁的一切都很混沌 如湍流一般无序 强行闯入也许会被巨浪卷走 彻底迷失在时间空间之中啊 正因如此,进入一新净土时把意识寄宿在物体上 才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啊,那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啊,不去也行 最坏的情况不就是失去影吗 你,你们,呃,讨厌了 我陪你去吧 既然心意已决 那我就送你上路咯 嗯 嗯 嗯 这是 啊,没什么 感觉很紊乱 正是了我心中的判断 对了 在进入空间时 记得不断在心中重复你的愿望哦 只有强大到一定地步的意识 才能不被抽向空间里的巨浪吞没 你足够强 我才能将你送到最合适的位置 那么,门开了 请进吧 我会守在外侧随机应变 做你的最后一道保险 啊 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 为了我 为了到妻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神子 你靠得住吗 啊 好了好了 快去努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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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空间时 啊 记得不断在心中重复你的愿望哦 啊 啊 啊 你足够强 我才能将你送到最合适的位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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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们 怎么能再次来到这里 而且 你们的模样居然还和当年一样 这场对决令人甚是怀念 仿佛回到了永恒的法则刚刚定理之时 你如今这份意志 竟堪比那时 无数场战斗 你一次都未落败 也丝毫没有犹豫 即便我将一切永恒之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 你也不曾动摇 能如此坚定地执行规则 你也值得敬佩 你无愧永恒的守护者之名 他们再次回到这个空间 就像是命运的必然一般 那就以这决战 为我们五百多年的宿命画上句号吧 决战 难道你终于 向后退 旅行者 我会成为下一个开始 对决所需的时间 足以见证王国兴起又覆灭 对决所耗的能量 足以倾倒大海 覆灭天光 对决所求的意志 足以贯通一心 颠倒梦想 而你 依然存在 我将永远存在 愚钝 到此为止 你赢了 我原以为你无法超越过去 看来我还是太过武断 轻视了你的灵魂 永不磨损的意志 终究是无法拥抱未来啊 你无需担忧未来 也无需独自前行 我最懂得你的强大 若只凭我一己之力 这场决斗的败者 必然是我 然而出刀的理由 决定了武艺的格局与极限 我所背负的 是投向天光的万千视线 每思及此 我就能感觉到 这把梦想一心中传来的异动 这把从真手里接过的刀 像是在试图提醒我 激励我 我也感觉到了 方才激战中 他似乎释放出了全新的力量 这份力量 甚至在我的认知之外 这是真的佩刀 可能在我真正理解 并认同它的时候 刀才会全力回应我 握紧梦想一心 让我有了与他再次并肩的感觉 熟悉而又陌生 从不回刀的他 始终在我身旁 我 认可了 你崭新的意志 并非源于磨损 我不会再阻碍你 试图修改法则的行为 从今往后 此身依然是你的协助者 我不会再设下什么 绝不容更改的法则了 你曾代表我的过去 但从今天起 你 就是我 真从没把我当成 无惧无畏的武器 我也不该将你视为工具 哼 你真的变了 这就是人类常说的成长吧 我明白了 我会成为你的影子 就像你曾经是真的影子一样 我将履行的职责不会改变 但作为舞者 我很期待以后还有像这样战斗的机会 单论胜负本身 你仍心又不甘 是吗 只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很新奇 值得回味 打完了 这就算全部结束了吗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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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原谅,我只能以这种方式等待你的归来。 但你从未向我提起这些。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抱歉,我一直觉得很愧疚,突然就将道妻托付给了你。 这些道理本应由我循序渐进的传授给你,让你不再执着于无想。 那时你就敢知道凯瑞亚即将发生的事了吗? 嗯,多少有点吧? 无论是对于哪位陈氏执政来说,那边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现在的我已经无法感知到时间了。 我不知道我们阔别多久才重逢,也不知道在此期间到期经历了什么。 但我知道,你一定走过了极其艰难的路,一定有许多次想要落泪,对吧? 别小看我了。 你看,你承认了呢。 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才特地为你留下一份礼物,以缓解到期的痛苦。 来吧,在我最后的意识消失前,收下它。 不过,最重要的一步,还是要由你亲手。 花芒变成了一颗种子。 庇佑万民的奇迹之木,此刻仍然是无人所见的陌生存在。 她与何时落地,又在何处发芽,都取决于令她降生之人的心与梦。 赐她生命吧,尹。 难道,这是…… 永恒,令时间无限延展。 梦想,使每一个刻度都熠熠生辉。 两者交相辉映,神鹰终将不拘于天理之禁锢,自漆黑中绽放。 至此,噩梦消散,现实圆满。 你我共同向往的光景仍在前方。 只可惜,我无法见证到期的未来,也无法再与你同行了。 你知道吗? 盈,我现在很开心。 因为我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 你的剃刀曾为我挡下无数灾厄。 我一直觉得,我对你有所亏欠。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报答。 在你真正醒来,迎来新的相遇之前, 这颗神鹰会为你争取时间。 怎么样? 他应该已经起到作用了吧? 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盈。 再见了,珍。 。 如今的影,亲手在意识空间里种下神鹰树。 它在过去的道气发了芽。 无论怎么想,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呢? 这些都归功于真的力量。 对于永恒,他的理解比我更深。 永恒,是与时间息息相关的概念。 一旦触及永恒,时间的概念就会变得模糊。 。 时间本身不具有意义,也无法以偿你诠释。 原来,这就是我感受到的湍流。 。 或许,这正是你们能顺利返回这个时间节点的原因。 不过,那种紊乱感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直觉告诉我,一切的根源就是那颗种子。 我倒觉得,只靠真的力量。 或许…… 我明白你在想什么,或许真有更高层次的力量参与其中。 但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办法在最后关头保护了我们所有人。 …… 要是没有神鹰术,到其可能早在几百年前就被灾难与污秽完全吞没了。 我知道你对神鹰术有奇妙的感知,可对我来说,神鹰术一直都存在。 以前你还想向我证明,这颗神鹰术与真的意识空间存在关联,可惜没能成功,对吧? …… 现在我明白了。 因为那个时候,神鹰术甚至都还没有被种下去。 可是……你们不觉得那棵树跟现在这幅样子差别很大吗? 神鹰术可是种在我的地盘里,当然要根据我的趣味进行修剪了。 呃……你好霸道…… 开玩笑的…… 发芽至今,这棵树也经历了很多。 多亏狐狸的悉心照亮,它才能有如今这幅模样。 和我也不是完全无关哦。 你们离开又再次进入空间,按理说间隔很短。 可内部的恶战已经持续了几百年,没错吧? 如果我没猜错,旅行者,你一定像我说的,一直默念着心中的愿望吧。 那时我感知到尹的所在地,也同样察觉到内部的时间有异常。 如果时间也是我们追寻所求之物的要素之一,那只知道位置是不够的。 不过幸好,凭借你们顽强的意志,团流带你们去到的,正是一切心愿汇聚的时间焦点,最具有可能性的那个瞬间。 团流的走向或许受到了真的影响,但能帮倒影,每个人的努力都不可或缺。 这一次,确实要谢谢你们呢。 难道说,我们碰上那场决战不是偶然,而是我们一定会遇到见证的场面? 我本以为,空间内外的时间流动一致,所以旅行者再度出现,令我非常震惊。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莫非到期遭遇了巨大的灾难? 结果,原来是你想要救我。你们为我而来,帮助我迎来了最好的结局。 多谢二位,你们为我做了许多,我铭记在心。 尹,你现在感觉如何? 身体完全恢复了,将军的意志不再和我对抗。 身体当然很重要了,但我更想知道,你的心情平复了吗? 你见到珍的意识了,对吧? 只是听到了她的声音,不算是见到。 没关系,有点怀念而已。 我已经决定向前了。 但这一次又让我坚信,珍确实很厉害。 她在那时就预料到了到期未来的种种可能。 甚至,连我的这份不成熟都被她计算在内。 到期能迎来今天,也是她的功劳吧。 我只是种了一颗种子而已。 对啊,你是凭自己的本事回到她面前的,很厉害啦! 谢谢你。 直到今天,你和到期才真正从几百年前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 珍和你,是到期不可或缺的过去与未来。 难得从你这里听到安慰的话,我也收下了。 哎呀,那不还是因为以前的你根本听不进去吗? 和珍说了一样的话呢? 真的吗? 那将军的位置,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坐两天呢? 唉,算了算了,这种麻烦是我才不要。 玩笑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会和将军一起仔细审视如今的到期,整理现状,斟酌未来。 随后,我将下令解除锁国。 真的吗?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呀! 我已决定不再追逐静止的永恒。既然如此,没必要再封锁这个国度。 接下来,到期一定会面临更多挑战。我对此充满期待。 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解除锁国令,难免牵连众多。不能说只有积极效应而毫无损害。 比如可遇见的,外界对到期商业造成冲击等问题。这些都是接下来我会着手处理的事。 尹真是认真啊。我考虑得只有以后名神大赦是不是可以卖门票了之类的事。 你啊。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真的视线一直在到期人民身上。我曾以为这是他的责任。 可现在看来,这种注视饱含了赏识与期待。除了责任,他一定也乐在其中。他是非常爱人的。 过去的人值得注视。现在与未来的人亦如此。 嗯。我不会再忽视他们的热情与梦想了。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 坦白说,那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折磨。面对无尽的战斗,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 稍有松懈,将军的刀就会要了我的命。可以说,若是没有此前的经历与见闻,没有刀中之力,我定会落败。 这之中,也有你的功劳。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 放心吧,我没有忘记。我会叮嘱天岭凤行与射凤行。 除了魔物的威胁,我还在担心,神鹰树中会不会溢散出其他东西。 嗯,那可不好说。除了回忆,地马里的东西还多着呢。 你也清楚的话,就不要偷懒。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 哎呀,是谁在胡言乱语当面造勇?有些话是不可以随便付述的。 出卖我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不会想知道的。把我说的话当成我和你的秘密就好,明白了吗? 嗯?你们在讨论什么? 哼,没什么。想吃有豆腐了。 接下来,到期一定会迎来更多挑战。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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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